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猪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第四百三十六回 徐凤年换了个坐姿 把双腿挂在墙外 双手轻拍过河足跟秀东的刀柄 他轻声说道 曹良那边已经交付精略史大人 亲自去跟黎阳关游子打交道 至于延迟公司一事啊 我知道你的打算 想着文归文武归武 给北梁啊立下新规矩 所以宁愿碰墙 也不是让黄浦平插手 一心想要文火慢顿 许久建功 这才没有半点后患 其实原本就算你到了清仓 也可以摇领此事 不过我仍是让你不再插手 一方面你可能不知道 北盟已经决意先打西线 硬是要搬走北梁这块茅坑里的臭石头 北梁拖不起 时间耗不起 不是你的策略不好 而是大势所趋 你的人和输给了天使 再有就是清仓之众 对整个北梁来说呀 重要到了许多北梁将军都没想到的地步 像黎阳在几次吃了大亏的战事之后 国库告捷 当今天子那会儿啊 被朝野上下 骂成了天底下头一号的败家子 前个十年呢 朝廷在许多名臣巨青的瞎谋话下 把整条战线难移了两百里 裁出了许多军阵赛保 当然这也不是全错 事实上呢 确实也让黎阳朝廷得一串口气 慢慢的休养生息 难移的战线也得以越发的稳固 但是为何顾建堂执意要冒着巨大政治风险 被御史台以及兵部以外 武科给势中科扣上个穷兵前五的帽子 也一定要把战线北推呀 按照顾建堂的北意呀 朝廷这条已经吃掉帝国将近一半赴税的漫长东线 不是集体北上 而是有选择的恢复十六个雄关军阵 只是哪怕有碧尔竭力支持 以及顾建堂得到总领北地军阵的告命之后 也不过是建成了六座 再后边你也清楚 新兵部尚书陈之报这么一个被赵地天子欣赏的宠儿 也只能去跟各有小算盘的晚朝文武胡口夺食 加上不知如何跟碧尔跟顾建堂达成一致 明面上退了半步 暗地里却前进了一大步 才撤掉新东线一些个重叠嫌疑的次要军阵 这才好不容易在旧东线上恢复了六后有三阵 陈之报离任时啊 加在一起 不过才让顾建堂心目中完美的东线大局 玩了堪堪过半 这九大吞掉金银无数的新阵 他们的用处不是什么一口气就让北芒铁骑拦在北边 而是死守 不要脸不要命的死守 试图做到跟当初王明阳困手相反成一个德行 他们的真正用意啊 是让抱有速战速决心思的北芒 知道硬攻不下 那一旦绕道而行 他们的补给线就得受到这些军阵经济的遭扰 不说切断 最不济会疲于应付 黎阳就算是前期落败一败涂地 把整个新东线双手奉上任由你北芒兵临城下 一路打到泰安城那又无妨 只要各地藩王秦王建功 到时候啊 有这九座军阵邀相呼应 很有希望让北芒是有来无回 当然了 很多人觉得北芒大不了就一口一口的吃掉旧东县的新军阵 可北芒这些年虽然学到了不少中原的工程战术 可骨子里头还是游掠的性格 真要是下马工程 死伤代价太大了 赢得了一石一地的战役 就输了问鼎天下的大局 北芒根本上无非就是一个疆域更大的北梁 同样是耗不起时间 等到西楚复国失败 黎阳收拾了这帮春秋最后的遗臣贼子 不光是中原财力尽在肇事之手 连民心也都一并拿拳了 那时候的黎阳才是真正走到了巅峰 差不多大致跟八百年前的大秦勉强有一战之力了 陈亮熙嘴唇紧紧铭起 没有作声 徐凤年轻声笑道 知道你心里头还有怨言 觉着两手抓两不误 不过你说归说 我不会听你的 反正我马上就要离开清仓了 你说什么我都假装听不见 你做完了清仓成目 不出意外 接下来呀叫做刘州刺史 陈亮熙摇头打断 我这人眼高手低 自知尽量 支离清仓事物就已经很吃力 所以我不会当什么刘州刺史 况且北梁王爷说过 清仓对于北梁战线至关重要 更别提囊括清仓的刘州 我就只会动动嘴皮子 打仗更是外行 而且我很怕死人 因我谋划而流血 只要我没看见还算可以心安理得 可亲眼瞧见事件里硝烟四起 身边有人死去 陈亮熙万万做不到 徐凤年叹气一声认定主意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的死将性子 跟这橘子呀倒是如出一辙 徐凤年一脸的自嘲 他微微一想 不做就不做 我不为难你 何况我还多了个大鱼儿 一周刺史 那可是有无数人眼红的高位呀 这次整顿北梁军 北梁道远有三周都让文官上了位 文人治政 五人统兵 不奢望很快就可以相得一张吧 起码得井水不犯河水 双方吃相啊都别太难看了 多出了你这个不要的刺史啊 我可以让给吃了亏的五夫将主 不光是刺史 上上下下都交由他们去占位置 就当做是安抚一下他们了 否则你别看呢 这初春教武之后 边境上一个个安分手挤得很 其实啊 不乏大量实权人物 还在偷偷的戳我的机梁骨 都在那借酒消愁呢 听说绿衣酒可是比往年卖的好多了 陈亮熙会心一笑 这个北梁王的确不好当 也是该用刘州的一大堆官职 去安抚人心了 现在北梁有大举任用世子为官的迹象 又是鼓励世子结社 又是出资创办各大赎院 还让商银学工大先生 以及皇商这些文坛 清流巨布评点文章 每年从北梁到三周 各自评出三拼魁文 有良灵夺魁者 不论出身函数 可以直接寄身流品为官 最低都是正八品 这简直就足以让那些次任 怀才不育的宝学知识癫狂 反观五官集团 这批既得利益者 少了钱财的镜像 当权者失去了权笔 何止是心情失落 想必啥人的心都有了 北梁王身为北梁家主 是时候打一棒子 给柯田枣了 徐凤年点了点头 陈亮熙不再说话 这两人呢 相逢于江南道 报国寺那场 取水流伤 徐凤年错过了 名声大噪的瞎子陆许 好歹没有再错过这名 被李毅山称之为 只需宏阔其格局的江南寒室 陈亮熙站在墙头 双手按在粗力不平的泥墙上 脸色柔和了许多 他轻声笑道 当年陈亮熙不过是个痴心妄想 要死是文正的疯子 却连报国寺的大门都进不去 别说寺内那些席地而坐的风流雅士 就是在寺外游荡的顽固子弟 也能白眼死我 成天都只能用木炭画龙解门 哪能想到 突然有一天就阔气的不得了 有人给我当一周刺史 我都不乐意做 这人生际遇呀 真是连我这个疯子都觉得荒唐 有些时候清晨醒来 想扇自己两个耳光 只有疼了 才相信不是做梦 这不就正跟着一位手握三十万铁骑的 显赫藩王聊着闲话 顺带指点江山 一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落魄寒室 都能变成满腹豪气的大人物 徐凤年被逗乐了 他玩笑道 希望啊 咱俩能有个好聚好赛 千万呢 别有让你陈亮西生出遇人不输那种感慨的那一天 陈亮西点了点头 双拳紧握 搁在城墙上 希望能跟北梁王善事善终 陈亮西作为弟弟道道土生土长的江南人士 初来乍到北梁那会儿 很不习惯着帝国西北的风土景致 这里的暮色总是山山来迟 这里的天空总觉得比南方更高一些 这里一往无垠的黄沙大漠 会让置身其中的自己感到渺小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曾经都渗透着鲜血 那些曾经日夜不停 如今终于慢慢消散的狼烟 尤为让这位来自江南的读书人一生长叹 往北是那个被中原描绘成 只是如毛隐穴的未开化蛮人 实则呢 是一个以往任何一个中原王朝 都前所未有的禁地 往东 一直往东就是泰安城 黎阳赵氏的居所 此时的黎阳 君臣和睦越发如日中天 以至于喜好独使的陈两兮 无比确定将来的史书 天子不论是否姓赵 都要被这春秋之后二十年的文质武功蛰伏 后人都要心生向往啊 黎阳又一次开辟盛事 有着以秦政和宽容著称于世的一位明君 围绕在他身边的名臣系列之中 名单上有一大串足以让后世心颤的众臣名士 张聚露 桓温 姚白峰 卢道林 顾剑堂 陈之豹 卢白杰 卢生相 纳兰有词 赵又玲 殷茂春 更有那五帝城的王先知 西楚最得意的曹长青 上阴学宫的齐阳龙 这些人物一同在春秋废墟上熠熠生辉 气象之鼎盛 八百年来独有啊 陈亮熙下意识去寻找徐凤年的身影 比他还要年轻好几岁的北梁王 早已远去 这个人真的能天高任鸟飞 都说梧桐树能引来凤凰栖息 其实梧桐喜阳光不耐阴寒 萌芽尤其雷若 很难想象在北梁这种地儿 能够有成活的梧桐树 不过既然是生在青梁山先前世子殿下的私宅院落 就等于投了个好胎 不但活了下来还异常的枝繁叶貌 只是梧桐院里的梧桐树 掌饰喜人 这栋院子里却有了几分阴郁的淒淒惨惨切切 大概是清明临近的缘故 地下之人太念着地上人 于是梧桐院就有人悄无声息的死了 是披诸女汉林里的黄瓜 这位二等丫鬟 姓名早已被人忘记 世子殿下第一次游历江湖后返回 喜好吃黄瓜的老梁王敌长子 就给他取了个黄瓜的恶俗绰号 当年呢 他还抗议来着 后来被喊习惯了也就忧怨着接纳了 黄瓜的死啊 突然而又莫名 死在了新梁王恰巧不在清梁山的空档 这让许多人都措手不及 梧桐院以外的王府清客仆役 根本不敢碎嘴 就算是院子里头 那也都浸若寒蝉 掌管梧桐院大小军机事务的徐卫雄 没有作声 丧葬从简 曹曹了事 徐凤年轻车简从 从流民之地回到王府 依旧没有去那座越来越少去的梧桐院 坐在轮椅上的徐卫雄在听潮湖的梁亭找到了他 交给他一封黄瓜自尽前亲笔手书的遗书 徐凤年接过后也没有看一眼 直接就丢到湖中 轻轻薄薄的一张沉坛色花间落在了湖面上 浸透湿润后就缓缓的沉下湖里 甚至没有惊起半点的涟漪 遗书跟的女子都是如此 轻飘飘的仿佛说没就没了 无足轻重 徐凤年平静的告诉徐凤年 桓国写完信之后 在屋里边用一双筷子刺透脖子 拂案而亡 很古怪的词法 第二天拂晓时分 才被喊他去主屋披红 同为二等丫鬟的白酒发现了 徐卫雄还说在信上啊 桓国承认了他自幼便是朝廷安插在北梁的赵沟密碟 这辈子有过两次背叛 一次是这回殿下去孤身涉嫌闯入流民之地 上一次是泄露了北莽的行踪路线 信得末尾 他说希望殿下能活着回来看到他的遗书 还说下辈子还想服侍殿下 再不会如此 人不人 鬼不鬼了 徐凤年神情平静 看不清喜悲 这徐卫雄亦是淡然说道 北梁阴笋分家 梧桐院跟楚禄山的谍报有了内外之分 我当时就知道你已经察觉到梧桐院有内鬼 希望他们可以收敛一点 见好就收 当时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只不过你该知道一点 既然走上了这条路 根本就没法子回头 谈不上什么惜命不惜命啊 女子命薄 何况还是个女蝶子 她毕竟还能决定自己何时死 怎么个死法 死之前也没遭罪 以前那场春秋不义战 被从战火硝烟被后挖出来的女蝶子 没谁有她这份福分 徐凤年叹了口气 狠狠的揉了揉脸颊 言语从指缝间透出 略显着含糊不清 还有个跟北盲友牵连的碟子 隐藏的更深 是谁啊 没有她的泄密 别说惊动橘子周持杰令 慕容保顶的大家 连洪敬炎都不可能跑去青藏城截杀我 这两个人 踩点踩的恰到好处 显然是经过北盲智囊精密推演 貌似她比黄瓜那丫头脸皮要厚得多呀 徐卫雄反问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呀 吴童院有这份隐忍和心机的能有几个 徐凤年放下手 双手拢袖 转头望向湖面 她轻声说 我 这就去见一见她 姐啊 你帮我准备两杯酒 徐卫雄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没有作声 吴童院二等丫鬟 都有自己的私屋 各有各的韵味 又以王府小国手绿椅的屋子 最为杂丸众多 屋内摆放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物件 藏书反而不多 他精于一骑 却没有骑墩 不见一颗棋子 要下棋啊 他都是跟当年的世子殿下 直接在主院里手谈 总能杀得徐凤年丢盔卸甲 从不见他手下留情 便是对上神乎其神 首创十九道的二郡主 心有灵犀之时 偶尔也能斗上个旗鼓相当 足见这绿蚁聪慧至极 大概是会及必伤的缘故 绿蚁也是梧桐院里压魂 身子骨最弱的一个 好在徐凤年是个对身边人物 都大手大脚的败家子 便是武当山老真人宋之命 送来王府的真品丹药 也常年定期送给绿蚁 拿去温养身体 今天梧桐院不是绿蚁当职披红 这屋门没有眼上 他独坐窗口 望着窗外饭绿的梧桐树 嘴角琴笑 当他听到敲门声 转头看到一手提了一杯酒的 世子殿下时 笑意盈盈的站起身来 梧桐院的女子啊 大抵都还喜欢把这个温柔英俊的年轻男子 依旧视作他们的世子殿下 徐凤年走到窗口 搁下两杯酒 顺着他先前的视线望向绿沙窗外 绿椅从不在意那些尊卑 反正梧桐院也不怎么讲究这些规矩 他轻轻的坐回椅子 手肘抵在椅子的把手上 身体倾斜抬头看着他 这么多年来都是如此 这个男人始终盯着北梁 在看江湖和江山 他就只能看着他 看他的侧面或是背影 至多是下棋时对影时 才能够看着他的正面 绿椅柔声笑问 黄瓜是个傻瓜 殿下 你说 是不是 碎凉红枯 残刺满马虎 多少天因我苦 古人的苦人 古人的路 不一旧一湖 帝王江山几谱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